第一,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和领会二十届三中传媒精神 三百多项重要改革举措 涵盖包括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、生态文明 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部署改革 我们要理解它的重要性 以及对香港未来发展的意义 把握机遇 进一步发挥香港在一国两制下 高度国际化、市场化、法治化的优势 以香港所长、贡献国家所需 第二,我们必须以新思维 守正创新、勇于改革 因地制宜、因时制宜 推进各方面的工作 我们要从香港视角 以改革创新精神 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超级联系人 在服务国家进一步全面深刻改革中 更好实现自身发展 第三,我们必须将二十届三中传媒精神 融会贯通在日常的事务里面 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 要以积极进取 务实担当的精神 积极识变应变求变 以进一步改革为己任 在各自崗位上 将二十届三中传媒精神 融会贯通 实现更好发展